在人类货币史上,这或将又是一个历史性时刻,近期即将在南非召开领导人峰会的金砖国家,正考虑筹划潜在的共同货币,金元或者金币,又或者是其他,名字不重要,重要的是对美元霸权发起反击,要知道现在金砖国家占世界人口四成,经济总量三成,一旦推出新的货币,必将成为对抗击其发达国家阵营货币的重要力量。 尽管南非金砖峰会发言人表示,这并不针对去美元化,但金砖统一货币的设想如果能够付诸实施,无疑会对美元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,因为不论是欧元的诞生,中国的崛起,还是东盟国家的效仿,都从实质上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,全球货币的混战才刚刚开始,考验人民币的时刻到了。 一、金砖可行性分析,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统一货币,都必须接受历史和实践的考验。 全球共同货币,除了美元依靠强权持续称霸外,歧视欧元的诞生,无疑给不少在茫然中的经济体,以很好的启发。 效仿欧元成为新世纪以来,各经济联盟的重要方向。 欧元从设想到真正出生经历了三十年,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产物。 一个区域和组织要想建立共同货币,经济一体化是前提条件,何谓经济一体化?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,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。 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,由政府兼通过协商缔解条约,让度一定的国家主权,建立两国或多国的经济联盟,从而使经济达到某种程度的结合,以提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。 在这个多国经济联盟的区域内,商品、资本和劳务最终能够自由流动。 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,并拥有一个统一的机构,来监督条约的执行和实施共同的政策及措施。 简言之就是必须自由贸易,而且这个自由度是极高的。 金砖国家要成立统一货币,首要条件就是自由贸易。 那么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? 金砖国家现在有二十多个国家排队响进来,这个经济体量已可以和G7抗衡了。 但是就团结度而言,金砖国家相对松散,特别印度,它既想参加西方联盟,又想在新兴国家中分一杯羹,可谓滑头至极。 由印度在金砖国家经济一体化要打很大的折扣,其次统一货币需要成员国之间实力,不能有太大的悬殊。 就欧元区而言,由于德法义因相对发达,其他国家与四国相比实力差了一大截。 因此欧元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富国补贴穷国,特别是比如欧债危机中的欧珠五国。 差点把欧盟拉下水,英国也是因为不满这种不均衡而愤然脱欧。 现在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参差不齐的,如果吸纳其他国家进来,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会更加悬殊。 在这种环境下,想要成立共同货币可能就更难了。 据统计,当前在金砖门外排队的国家数量已经达到了40多个,正式提交申请的就已经有22个,包括阿根廷、阿联酋、沙特、印尼、伊朗等。 但现在各创始国对谁加入金砖有很大的分歧,中国支持沙特、伊朗、印度支持阿尔及利亚、巴西支持沙特、阿联酋和阿根廷,这些分歧不消除。 金砖很难在成立共同货币上达成统一,最后要有共同的结算机制。 这个实际上是要把各国货币之间的结算系统打通。 比如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、俄罗斯的金融信息传递系统、印度卢比国际贸易结算体系等等,都可以将系统打通,变成替代Swift的金砖货币结算机制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曾表示,金砖国家正在一道制定可靠的国际结算替代机制,研究以金砖国家货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。 这个实际上是要建立金砖SDR,让金砖国家的货币抱团,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这个的实践性可能要强于共同货币。 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同样表示,希望在8月举行的金砖峰会上,讨论建立新的可持续的相互贸易结算机制,目标是更多使用本币进行结算。 不过对于建立金砖国家统一货币的可能性,俄罗斯外交部表示,这可能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 二、本币结算更靠谱,相比共同货币,本币结算可能更适合金砖国家。 本币结算是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时的双方面选择,不牵涉第三方。 本币结算是指两个国家在相互间的贸易中,使用自身货币进行结算,而不是第三方货币。 双方进出口企业,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结算。 由本国中央银行开展货币互换,为本币结算提供支持与流动性。 如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央行开展的人民币与卢布互换。 二是可以走各自的结算体系,不需要建立专门的通道,对国际货币格局的冲击较小。 本币结算演进到后期,双方央行可推出跨境支付系统,实现双向跨境资金流动与结算。 如中国与俄罗斯的人民币与卢布跨境支付系统。 相关金融机构可在对方市场上发行结算工具,让本国企业直接持有和使用对方的本币,进行交易与结算。 三是可以在强势货币中进行选择,将强势货币作为媒介,保持币值的稳定。 中俄贸易用本币结算超过70%,中国与巴西签署协议,同意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。 中国与沙特、伊朗的能源交易也开始使用人民币。 印度与印尼也达成协议,双方贸易可以用印度卢比结算。 而俄裔,俄裔之间的贸易结算,也在尝试使用本币,并多次使用人民币结算。 在诸多货币中,人民币币值稳定,优势就凸显出来了。 进而越来越多的作为中间货币使用,或者贸易双方直接用人民币结算。 如果金砖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挂钩,然后再进行贸易结算,那么汇率波动和损失的问题会降低很多,人民币会成为其他国家贸易的稳食。 三、拉向美元警报,如果金砖国家真的能够发行新货币金元,那么无疑是对美元地位的一种挑战和冲击。 尽管峰会发言人始终辩解不针对去美元化,但实际上必将对美元形成冲击。 假如金元能够在金砖国家和其他参与国之间广泛使用,那么美元在全世界净的份额将会变少,这将让美元作为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,结算货币和投资货币的作用变弱,也将让美国利用美元进行制裁,干预汇率,输出通胀等手段的能力变弱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将会很快被取代或者边缘化,因为美元仍然有很强大的经济基础,有金融市场、信誉、军事实力等支撑因素。 仍然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、最可靠的国际货币,所以美元霸权可能会变弱,但还是不会轻易垮掉。 而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它不会坐视自己的金融霸权受到威胁和挑战,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阻碍和破坏金元的推出和运行。 美国可能会利用其在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,对金元进行质疑和抹黑,制造舆论压力和不信任感。 会利用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,对金元进行操纵和打压,制造市场波动和恐慌感。 会利用其在全球政治军事领域中的强大实力和手段,对金元的参与国进行威胁和制裁,制造政治危机和冲突感。 而事实上,金元的出现将是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过程。 就现阶段而言,金砖国家能够做到的可能只是推进相互之间的本币结算,或者把相对优势货币,比如人民币推向前台。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仍然是美元霸权最为忌惮的事情。